在声光效果衬托下气势磅礴 小米打造的第一代汽车苏七 透过无人驾驶缓缓出场 800V超级快充 充电5分钟续航200公里 充电15分钟可跑510公里 号称比特斯拉Model S性能更好 小米集团创办人雷军 人生的最后一次创业 砸100亿人民币招揽3400多名工程师 宣布突破五大核心技术 我们在低温情况下 续航保持力同级最高 空调升温速度同级最快 充电速度同级最快 小米苏七预计2024上半年正式量产 对价格保命到家 不过雷军透露 跟小米同等配置的车 均价都在40万人民币 折合新台币173万 因此外界揣测 小米汽车售价 大约会漏在90到130万台币 但这也是大陆新能源车 竞争最激烈的价格带 我说我们要一辆什么样车呢 我们要一辆可以替美保持节 替美特斯纳的GIM卡 几乎同一时间 手机大厂华为也推出 与车厂赛利斯联手打造的问界M9 价格最便宜的增程Max版 人民币46.98万 折合203万新台币 在全尺寸豪华SUV里面 这个造型没有很奇怪的那种 那种为了低风阻设计 还是很经典的那种外观 这种情况下 我们做了这么低的风阻 智慧手机市场饱和 手机厂另辟蹊径 小米华为结合原本优势 健全人车家庭物联网生态系 相较于苹果造车进度 却依旧是指纹楼体响 TVB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